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佐斯的学习态度不佳 成绩很不理想 所以 佐斯的爸爸很看不起自己的儿子 常常对外人说 这个孩子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还是不懂许多知识和道理 这一切被佐斯听在耳里 他觉得很难过 认为自己再不好好读书 会影响以后的前途 于是 他下定决心努力学习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佐斯渐渐长大了 依然努力用功 终于写出了一首好文章 他写的词句精美壮丽 渐渐有了名气 还花了一年的时间写了齐都妇 描写齐国的风光 展现出卓越的文学才华 后来为了写三都妇 佐斯开始收集书和相关资料 数量多到把整个屋子都堆得满满的 他不分早晚 只要有灵感 就立刻提笔写作 经过了十年时间 终于完成了 蜀都妇 吴都妇 魏都妇 这三篇文章 佐斯把这三篇文章 拿给别人看 却受到大家的嘲笑 当时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陆基 听说佐斯写了三都妇 便挖苦他说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竟然想超越班古 张亨这些有名望的文学家 实在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 佐斯不甘心自己的心血遭到埋没 便去拜访黄甫蜜 张华等文学家 张华读了三都妇后 请佐斯说明创作的动机和经过 他来回思考句子中的含义和韵味 不由得被这篇文章深深感动了 张华越读越喜爱这篇文章 他称赞佐斯 文章写得非常好 有些人只看重名气 却没有深入了解文章的内容 他们的话不必太在意 在名人的推举下 三都妇在地方上广泛流传 造成了大轰动 大家都跑到纸店买纸 抄写佐斯的文章 造成纸张的数量不够 纸架也跟着变贵了 连以前嘲笑过佐斯的陆基 也点头说 写得实在太好了 他认为自己来写三都妇 文笔一定无法超越佐斯 就不打算写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 名人专家对于人才的提拔 负有重要的责任 社会上习惯用身份地位的高低 去衡量一个人或一件作品的好坏 这种不良风气是需要改善的 同学们 听完若阳纸柜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终点吗 若阳的纸是为什么会这么的昂贵 佐斯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缘起 佐斯因为长相和表达能力不佳 个性顽皮又不爱读书 常常惹他的爸爸生气 过程中 为了改变爸爸对他的看法 佐斯开始努力读书 希望能写出好文章来获得大家肯定 故事的结果 佐斯的作品因为受到名人的称赞 而变得珍贵 大家争着抄写他的文章 让若阳的指甲也跟着上涨 同学们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若阳纸柜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当当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社会上常以人的名气高低 来认定作品的好坏 你认为这样的习惯需要改变吗 为什么 如果你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 因为某些关系 而得不到重视 要如何做 才能改变大家对你的看法呢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若阳纸柜 是形容作品有价值 传播的速度很快 在社会上造成流行 主要用来表达 传播迅速的请进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若阳纸柜可以怎么使用吧 这本故事书写得精彩生动 出书后 一定能若阳纸柜 受到大家的重视 这几本小说 影子发行后 一时若阳纸柜 许多人抢着阅读 接着 我们来看看 与若阳纸柜相关的词 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友 风行一时 有口皆卑 家喻户晓 相反的词友 乏人问津 不见津传 默默无闻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各位同学 我们下次见 拜拜